苍州一名孕妇在医院产房里生孩子 生产痛苦让她痛不欲生 无法忍受 于是就在产房里撕心裂肺的喊叫 这时她旁边的丈夫不但不安慰妻子 反而嫌弃妻子的叫声特别刺耳 她没有什么好脸色 还骂妻子 你能不能别那么大声的叫 有这么夸张吗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你看旁边多安静 就你知道疼 难道人家不疼吗 最后又说了一句 你再喊我可出去了 看到丈夫这个态度 妻子很生气的说 我不生了 随后就要从手术台上下来 丈夫一看妻子要起来 赶紧把妻子摁在手术台上 妻子执意要下来 丈夫打了妻子一巴掌 正在这时 主治医生进来 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医生过来 二话没说 就把丈夫赶了出去 他说 你老婆冒着生命危险 给你生孩子 你还打他 你还是个男人吗 男人被骂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缓缓地站在一旁 过了一阵 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可是主治医生 却被丈夫投诉 院领导要开除医生 于是医生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领导说了 希望能够得到院领导和大家的支持 屏幕前的家人们 你们支持这位医生吗 城市 樱子 豎